28号大陆高校师生访问团一行 来到台湾政治大学交流 并参访林安泰古厕和台北孔庙 随团师生走进历史古迹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 在台湾的传承与发扬 来看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参访团成员来到台北市孔庙 受到了台湾民众的热烈欢迎 还有台湾小朋友兴奋展示 收到的奥运冠军签名 大家走进大城殿 了解孔庙的建造历史和特色 感受儒家文化在台湾的传承 今天有就是跟同学们 有一对一的那种交流 就是他们给我们先写了一张卡片 课卡 然后呢我们在一对一去找 写这个这张明信片的那位同学 然后去跟他做交流 然后也跟他聊了很多关于北京 关于清华的一些故事 也非常期待他们能够到清华来 位于台北市大同区的台北孔庙 是台湾规模最大 最具代表性的孔庙 也是台北市重要的文化地标 台北孔庙修建于清光续年间 出自泉州名将之首 有着明显的闽南式建筑风格 近年来 活化成为台北孔庙的一大特色 结合台湾当地元素 动画造型的孔夫子 轮语文件夹等文创产品 摆满了商店 在这座红砖建筑围出的历史空间里 中华传统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 这两天随团过程中 所到之处都可以看到热情的台湾民众 那今天我们稍早前来到台北市孔庙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很多一大早就在这里等候的 奥运冠军的粉丝们 那参访团也表示感受到了大家的善良和温暖 这也恰恰反映出台湾社会关注两岸 渴望交流的主流民意 那就像乒乓球在台湾叫做桌球 虽然两岸的叫法不同 但大家对体育运动的热爱是一样的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 不管是透过体育交流 或者是艺术文化的交流 双方都能有进一步的沟通 来拉近彼此之间新与新的距离 助推两岸关系的发展 总台记者台北报道 据台湾媒体报道 26号台北市有团体发起了 罢免国民党民代李燕秀的游行 有舆论质疑 活动背后有民进党介入 台媒评论 民进党已经开始发动罢免潮 国民党民代李燕秀本人回应称 尊重民众行使罢免权 但从基隆谢国良罢免案 和对于民代的罢免潮 可以看出就是民进党 输不起的延长赛 不断地利用假讯息 断章区域资讯进行仇恨的动员 进行政党的肇事 为直战党荒腔走板的施政 擦姿抹粉 转移焦点 操作仇恨的人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到底他们是存什么居心呢 那这就不就变成 另外一次的政治霸凌吗 有岛内舆论认为 民进党现在就是 全台湾的黑道老大 罢免对于民进党来说 就是政治操作的工具而已 霸凌对民进党来说 更是对付政敌的方式 舆论呼吁赖清德 不要再制造仇恨 让台湾社会继续乱下去 台商王坤耀 从美国大学毕业后 到云南昆明 六年间依靠自己的不懈努力 得益于云南得天独厚的 自然条件和相关部门 对台青的关爱扶持 王坤耀不断地扩大 自己的事业版图 在竞争激烈的蝴蝶蓝市场 占有了一席之地 走进巨洋园艺云南分公司 位于昆明成贡陡南的 全智能温室大棚 台商王坤耀 亲自带着工人们 在花卉大棚里 忙着给蝴蝶兰造型 组盆 我们这个技术 比较特别的一个点 就是说 它是不会影响花的生长 那所有的花苞 都会正常开放 创业之初的松明基地 工作室是铁皮的 种植大棚茂 从小生活优渥的王坤耀 被泼了盆冷水 王坤耀发挥专业优势 根据云南立体性气候 布局了五个基地 现在我们见到的 所有的设备 全部是通过电脑去控制的 然后像我们顶上 这里有五层网 然后还有两种降温系统 然后还有地上的话 就是加温的 几年间 大陆一系列会台政策措施 接连出台 奔波于云南几个州市的 王坤耀越来越得心应手 2023年 巨洋园艺云南分公司总部落户 寸土寸金的亚洲花都 昆明斗南 成为斗南唯一官方引进的 智慧化鲜花种植展示基地 我们成功作为 花卉种植的一个发源地 我们也希望把这种 现代化先进的农业设施设备 在这里做一个示范展示 带动我们产业的一个转型和升级 目前公司主要产品为蝴蝶兰 红掌 大花会兰 杂鼠兰等 产品销往国内外 农场95%以上 都是请的当地村民 我在这个巨洋园艺 已经是工作了三年了 然后我觉得我们王总的话 他就是非常的关心我们员工 借着会台政策的东风 王坤耀打算巩固 扩大自己的事业版图 助力当地乡村振兴 未来鼓励更多的台湾青年来 大陆寻梦 为两岸融合发展 贡献力量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7号 第九届两岸新锐设计竞赛 华散奖颁奖仪式 在江苏昆山举行 本届竞赛以融合为主题 共吸引近30万人参赛 征集作品7万余见 活动现场启动了第十届华散奖 华散奖十周年成果展 并签约华散昆山创议员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据台湾媒体报道 中国大陆的无人体系发展 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 这也令美国印太司令帕帕罗 对其先前提出的 地域景象无人机台海计划改口 此外美国海军新锐的 弗吉尼亚籍攻击型核潜艇 已经抵达了关岛 提升美国在亚太地区的 综合作战能力 再度入主白宫的特朗普 是否将修改亚太战略 就这样的话题 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 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 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国际组织学院的副教授胡勇先生 台北军事评论员郑继文先生 欢迎三位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在密切地 关注着大陆的无人机发展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 做一下详细的了解 据台媒报道 观察2024中国航展内容 中国大陆的无人体系发展 已达到相当成熟的地步 对中国大陆来讲 未来在无人体系相关领域继续走下去 在产业的规模 还有无人机相关成本的控制 以及科技层面配套而言 发展会逐渐拉开 与大部分国家的差距 且是大幅度距离 美国若在台海 采用无人机地域景象计划作战 未必占到便宜 近日 美国印太司令帕帕罗 在美国智库 布鲁金斯研究所的访谈中表示 美军在有限空间中可使用无人机 但若在太平洋地区 与解放军发生冲突时 仍需维持空中和海上优势 此时仅有无人机并不足够 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 岛内各界和媒体 在密切地关注着大陆的航展 透过航展 也在解析解放军的新战法 那么解放军的哪些动作 对岛内的台独分子 起到了震慑的作用 而台独分子曾经对外宣称的城镇战 现在是不是已经骗不下去了 郑先生 那事实上根据我在这次 珠海航展所见所闻 确实无人机让我非常印象深刻 那中国的经济在新的产业 新值带动下 这个未来前景是非常非常的巨大 试想中国大陆未来无人机 不只是造得更便宜 量够大 而且性能还够强悍 特别有注意到 低空经济所带出来一个 叫所谓的低空军事 它运用的场景几乎就是描述目前台海地区 比如这样的一个低空军事 它既可以无人机进行海上的反潜 攻潜 还可以进行海上侦察 那另外它还可以借由空中载台 发射风群无人机 那破坏地面海滩的各种攻势 此外运用无人机进行一个心战 喊话或者运送武器装备弹药等物资 还有进行无人机的主网 以及像无人机的电子干扰电子主角 那另外无人侦察 那更不用说 这样的一个场景是想 即使台美最近鼓吹所谓城镇战 但你面对的无人体系 上有无人机 下有这个无人犬 或者机器狗 机器杖狼等等 那传统的城镇战 会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因此所谓的城镇战 就这样的场景来讲 其实是不堪一击的 那么面对着无人机时代的到来 我们看到美国的印太司令 帕帕罗之前曾经宣称过 要用无人机把台海打造成地狱 但是现在突然改口了 说单靠无人机 是实现不了这样的景象的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 它前后不一的言论 确实此前帕帕罗说 地狱景象引起大家的关注 那现在改口有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帕帕罗自己也知道 狼来了喊多了就没有用了 说到他提地狱景象 地狱景观这个场景 当时的语境是帕帕罗 在香格里达对话会上 发出的声音 一方面美国当然急于 与中方进行沟通 但是在相会的平台上 还要打舆论战 所以说地狱景观 是对中方来进行施压 是要对解放军来进行恐吓 那么另外美国也很清楚 盟友和伙伴都在观察 美国的一举一动 那么在相会这个平台上 来刻意地展示美国的肌肉 强调美国对于台海局势 是有所想法的 也是希望让更多的盟友和伙伴 对美国产生信心 美国希望能够拉紧盟友和伙伴 但是帕帕罗也知道 如果反复提地狱景观 或者是说对于无人机的作用 来反复地进行炒作 那么不但是所谓的 心平装旧旧 而是反复在进行 这种没有细节的 无谓的重复之后 会削弱美国的这种威慑的效果 那另外一方面 很显然美国开始认清事实 其实对于美国来说 会看到一方面的 关注解放军力量的发展 而同时美国也认识到 所谓的地狱景观 是不可能下退解放军的 所以我们看到 从帕帕罗本人来说 在他就任之后 在今年的9月份 是与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 乌亚南进行了通话 在通话过程当中 他也强调的是 如果两军没有沟通 会出现误判 也谈到了中美两军 在接触的时候 一些军事行动 美方认为是有风险的 所以可以看出 一方面咄咄逼人 一方面又怕擦枪走火 美国也不能为所欲为 是 就像您刚才谈到的 发展无人机 对于美国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现在美国 并不是有独占 凹头的这种优势 所以我们看到 印太司令的帕帕罗 已经改口了 但是马斯克仍然坚持 要全面地发展无人机 他说无人机 是能够抵抗F35的 F35甚至没有机会 去攻击无人机 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 马斯克这样的观点 马斯克他虽然不是美国国防工业体系 内部的一个圈内人士 但他确实点出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也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和趋势 那就是这个F35战机 由于它这个造价昂贵 交付延迟 还有这个故障率比较高 其实是饱受诟病 那么随着这个人工智能 等新一代技术的高速发展 无人机在未来的战场上面 肯定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那甚至也不排除 有取代这个有人驾驶的战斗机的 这样一种可能性 当然了这个马斯克一再地去嘲讽 炮轰这个F35 并不代表着这个特朗普的新政府 他的一个防务政策 会发生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那因为在一些军事专家看来呢 F35的种种缺陷 包括它的成本问题 还有故障率的问题 跟它是不是一个载人的战斗机 其实没有一个必然的关系 因为相比飞行员 飞机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成本支出 其实是它的一个电子的设备 包括软件的系统 那这个也是它出故障的一个 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来源 那么如果要把无人机 完全把它用作 或者说取代这个有人驾驶的战斗机 其实它的成本投入会更加地高昂 那更何况呢 这个F35战机是目前美国空军 以及盟国空军啊 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装备 它产量已经超过了这1000架 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呢 是不可能被无人机所完全取代的 那最后再说回到这个台海的形式 那我想美方一些人是不断地去炒作 这个无人机的优越论 那我觉得有一个目的啊 就是为了向台湾呢 兜售美国的这个军备 包括这个无人机 那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呢 这个近期啊台湾陆军 打算向美国采购 大概1000架的这个无人机 那美方的报价呢 是55亿元的新台币 结果呢台军方的编列 预算高达115亿元新台币 足足多了60亿元新台币 那么这个到底是打中脸冲胖子呢 还是方便有人从中上下起手 我们暂时不得而知 但不管说有人机无人机 熟悠熟略这个争论的结果如何 那美国把台湾当作提款机 这个是可以肯定的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探讨的 解放军的发展 以及台湾媒体关注的 解放军新的战法之外呢 解放军的远程打击能力 也被外界解读为 令美国战略后撤 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另据外媒报道 弗吉尼亚籍核动力潜艇 明尼苏达号27号抵达关岛 加入关岛原有的 四艘洛杉矶级潜艇 在作战的最前沿 协助维护印太地区的 自由开放与和平繁荣 美海军声称 明尼苏达号是首艘部署 在关岛的弗吉尼亚籍 核动力快速攻击潜艇 该潜艇2013年9月开始服役 除了刚才我们探讨的 无人机战略的考虑之外 我们看到美国方面 又把弗吉尼亚籍的核潜艇 部署到了关岛 那么透过刚才媒体的报道 我们看到了在关岛 现在已经有四艘洛杉矶级的 那么弗吉尼亚籍和洛杉矶级的 核潜艇相比较的话 它的性能优势在哪里 为什么要把它部署在关岛 美国海军终于将第一艘 弗吉尼亚籍核攻击潜艇 部署在关岛 那加入目前四艘的 洛杉矶级这个核攻击潜艇的阵容 其实这个弗吉尼亚籍潜艇 是用来取代洛杉矶级的 虽然它的排水量增加了大概1000吨 达到将近8000吨 但整个综合性能大幅超越 比如说它上面可以搭载 这种海豹部队的小型 这个渗透潜艇 这样可以让它在近海 实施渗透或监视的时候 那它的整个功能更符合美国海军的需要 原始弗吉尼亚籍对美国海军来讲 它实施这个未来任务的功能性更强 除了传统这种反舰 反潜 还有对陆精准攻击外 它还可以搭配这种渗透的一些特战部队 进行这种渗透或者一些监控 监视的这样情报收集这样的任务 当然美国海军未来我认为潜艇 它会更多的配备在整个印太地区 尤其是解放军这几年发展出 比较强悍的反介入区域去使 多少战能力 连美国海军的航母打击群都不在安全 被迫要退好几千公里外 才可以有效地辐射它的军事力量 进行作战 这无疑大幅制约了美国海军 传统以航母为核心力量 这种用兵的形式 我们知道关岛对于美军来说的 重要战略价值 它一直被视为是美军 第二岛链上的最重要的军事基地 那么现在外界认为说 五角大楼正在把关岛打造成超级军营 上面有海军 有空军 还有海军陆战队 那本来关岛面积不是很大 做这么多的人员 以及军事装备的部署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 目前美军的安排 说到美军关注关岛 并且进行部署 首先有这种进攻的态势 刚才您也提到关岛它的地理位置 还是非常的重要 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 进行作战指挥的一个枢纽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战略的要点 同时它也是战略轰炸机 进行攻击的前沿基地 那我们看到美国的B1B战略轰炸机 如果从关岛起飞 飞抵朝鲜半岛 只要两个小时的时间 尤其是从今年以来 因为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 美国多次从关岛派出战略轰炸机 来飞抵朝鲜半岛 也参加了美日韩三方的演习 所以有对亚太地区 进一步进行这种力量投射的 一个很明显的态势 那么另外 美国也对关岛在进一步打造的时候 强调这种所谓的机动能力 所以现在已经宣布 未来要部署小规模 但是非常机动 有这个快速反应能力的 滨海作战团 同时在部署的时候 美国现在毫不掩饰 就是要针对中国 希望通过这种信息的释放 给地区国家 包括日本和菲律宾在内 来进行所谓的打气 希望美国整体的亚太地区的布局 能进一步的盘活 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看到美国似乎在强调攻 但自己格外重视的是防 其实涉及到关岛 可以看出美国在亚太地区 搞岛链的建设 是有极大的焦虑的 说到第一岛链 美国之前当然也心心念念 但是美国深知 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韩国 美军的基底 以及进行的军事的部署 都在解放军的精准打击的 火力圈内 所以之前美国一再强调的是 离得太近就会被打得更狠 那么说到关岛在第二岛链 现在的距离 从美军观察来说也不够 也仍然能被解放军够得到 同样的也能打得准 尤其是涉及到这种防卫的能力 现在美国的智库 以及海空军 都反复地强调的是 对于这样的一个中心 一些具体的建设需要加强 比如说在关岛的安德森基地 那么它的这个机堡 是要进一步地来进行建设 防空系统要进一步地部署 所以美国在防的方面 很显然有极大的焦虑 当然我们知道防也可以转攻 部署了这种防空反导系统 同样也可以用来攻击 所以现在很显然在亚太地区 进行军事布局 尤其是在第二岛链 美国正在发力 那如果做一个假设的话 比如说在台海地区 美国真的有大量的武力介入的话 对于美国来说有胜算吗 胡教授 那今年8月份的时候 由美国国会中参两院的 军事委员会的跨党派议员组成的 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 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报告 那么趁经过长达20多年的 持续投入之后呢 中国现在在许多方面 都在赶超美国 那很大程度上已经抵消了 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一个军事优势 第二呢我们要考虑到 它的一个维护保养的这个周期 所以美国海军真正能够投放到 亚太地区前沿部署的航母的力量 其实是捉襟舰肘的 那考虑到美国航母的 这F-35C的舰载机 它的作战半径呢 是1100公里 那换言之呢 中国人民启防军的轰6K 可以在美国航母的防空圈之外 来发射英机20亿导弹 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 名副其实的航母杀手 那么再来看一下人心向背 那么支持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呢 是台湾的主流民意 有高达七成的台湾民众呢 支持两岸的增加互动 对于美国呢 许多台湾民众是抱有这个疑虑的 那最近台湾民意基金会 做的一个民调结果显示 有高达57.2%的台湾民众 不相信特朗普政府呢 会派兵来协防台湾 那同样在美国啊 一个民调显示 有高达58%的美国民众呢 也反对把美军部署到这个台海 那么两岸的这个民心向背 不仅仅反映在这个数据上面 我们也可以在一些现实生活当中呢 可以感受到 那最近呢 美国国会这个参议员莫克利 时隔24年呢 再次串访台湾 那也见到了赖清德和肖美琴 但其实台湾舆论是没有怎么关注的 那相反的话 就是大陆的高校师生的这个访问团 那还没有到台湾 就已经引起了一个强烈的这个关注 那个访问团成员呢 在路径大厅的时候啊 就受到了台湾的大批的粉丝的 这个夹道欢迎 场面是非常的热烈 那特别是其中的明星的成员 就两位奥运冠军 马龙和杨健 在台湾的人气是非常非常高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美台勾连 还有这个两岸交流 哪个更得人心 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 所以最后呢想说的是 无论是力量对比还是人心向背 那奉劝呢美国最好不要介入这个台海 更别想去挑拨两岸的亲情 现在面对着特朗普的2.0时代呢 大家都在猜测 他会制定一个什么样的亚太政策 制定一个什么样的对台政策 特别是现在民党当局的赖清德呢 还在挪着劲的向美国投诚 所以未来美台之间 会不会让台海局势进一步升级呢 郑先生 亚太政策这个部分 我认为那美国 那可能在经贸这个部分 那更要求它的相关国家能够配合 比如说对于说制造业回流 尤其是过去以来所强调的 这个晶圆代工 那一驻海外 它可能会要求这些相关的能量 牵回美国更强烈的要求 也此类似台积电这种先进制程 未来到美国设厂 比如说这个2奈米都要迁到美国 那当然对于像这个 它亚太政策里面 对于日韩的要求 驻日驻美 驻韩的这个美军 它的这个防卫的分摊 这两个国家可能 要付出更大更大的代价 总之即使美国的朋友圈 我认为被割韭菜 这个也是非常大概率的一个事情 另外在两岸这个部分 我认为在中美两国 大国竞争的格局之下 台湾作为一个很好的筹码 而且这个是一本万利的筹码 我认为这个运用方式 是不会变的 比如说之前特朗普就要求 台湾的这个防务费用 能达到GDP的10% 当然普遍认为是不可能 但达到3%或3%以上 我认为这是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 台湾外事部门已经宣布 赖清德将从11月30日到12月6日 来对太平洋岛国进行窜访 但是窜访太平洋岛国 这不是关键 找机会过境窜美才是重头戏 那如果在这个窜美过程当中 能够和特朗普的团队来进行接触 来影响他的未来政策 甚至抓住他交易性的特点 来谋求一些意义 当然是台独势力所希望达成的目标 但是与此同时大家会看到的是 现在对于美国后任总统 以及未来美国的执政来说 仍然会考虑到全盘的布局 也就是说不管台独分子 如何来进行试探 美国仍然会从自己的战略需要出发 来进行政策的设定 民党当局看到美国大选已经结束 拜登没有连任的压力 而在权力过渡期间 党争计划依然加剧 同时还有建制派和反建制派之间的斗争 所以这个时候希望抓住 拜登执政的最后时刻 希望留下政治遗产的心理 同时也对特朗普未来进行政策设计 来进行一些影响 所以当前民党当局在寻找各种机会 希望有机可乘 特朗普真正执政之后 他会制定什么样的亚太政策和对台政策 我们现在还有待观察 但是透过今年三位嘉宾的分析 包括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也意识到了 美国在台海进行军事干预 是毫无胜算的 好的 非常感谢两岸的三位嘉宾 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下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 下期节目距离